提到少年感,就少不了演技与气质,毕竟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相比那些一连者子还在出演高中生的男性,这六位年过三十岁男性,不凹造型,隔绝油腻,自带少年感的气息。 即便是出演学生时期,也是毫无违和感,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成磊。 已到儿立之年的成磊,2023年于他而言,是重要的一年,也是事业的转折点。 一位恭上爵,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成磊的潜力和演技。 虽然戏里的他严肃又不苟言笑,但是戏外却是个有温度、爱奇形、又带点搞笑男的体质。 玩起游戏来,认真、洒脱、握偶像包袱,一本正经推理游戏规则的模样,更似一位憨憨大男孩。 看似有着三十岁该有的成熟稳重年纪,却总能在他身上看到稚嫩一面。 一双清澈的眼神,一身绿色休闲套装,无不彰显着青春靓丽,活力四射。 穿上西装时,妥妥的一位霸道总裁的济世感,气场十足。 而穿上简单的白色衬衫,加蓝色裤子时,干净又随意地穿搭,更像是一位在笑声去参加校园活动。 而最近,成蕾正在横店搭州也拍摄新剧《锦岳如歌》,成蕾饰演了六年的短剧,才有了一部长剧《男二》,从而被大家知道。 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都是后继勃发。 成蕾的颜值很高,演技又好,云之雨里,他严压群雄。 当初看完工大,就知道他要火,不是斯曼南的那种。 但是就很耐看,男主很适合这种冷峻果敢少年将军啊,而且他演技很好。 《锦岳如歌》开机一个月全情,天天拍,唯一一次向剧组请假,是给素人朋友当伴郎。 当天晚上坐最晚的飞机飞回横店第二天,就又出装拍戏了。 周也在众年轻演员里,演技算好的了,就是在碰到好的制作班底导演会更好,他还年轻多多磨练,会越来越好的。 这几年活起来的演员里,李最有古风向的男演员,终于有称得上俊美且有男气的男演员了。 第二位,白静婷,不知道谁还记得《旋风少女》中那温柔的出源师兄呢? 那时的白静婷虽然年仅22岁,但从她的状态来看,几乎没有这个年纪该有的朝气蓬勃。 锅盖是刘海,更是将她的颜值给封印住了一般,夸她帅气得不多,更多的是说她丑。 可当陆志昂出现时,明明是同一个人,气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红色条纹领带加白色针织衫,活力满满,元气十足,任谁看了不说一句是阳光帅气的少年。 虽然这两人角色只有一岁之差,却仿佛有着十岁的代沟。 别人是越长越着急,但白静婷却是越活越年轻,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耿住着有趣的灵魂。 一句那是另外的价钱不着四六,结成了她的梗。 而如今三十岁的白静婷,有棱有角的五官,退去了志气,少年赶去远胜从前,颜值达更是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最近小白在忙着参加春晚彩排,这次和女友送意都会登上央视春晚,不知道会不会被拍到铜矿呢? 第三位,许光汉。 都知道台湾男星很注重保养,但论少年感却在许光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穿着学生装的李自伟闯入镜头时,那一瞬间的回眸一笑,唇红齿白,如暮春风。 如同夏日里的冰镇柠檬,让人回味无穷,无论看多少遍都符合大众的审美。 就光这一个镜头,就足以将人迷得神魂颠倒。 无论是从皮肤的状态,还是单纯的眼神,都跟29岁的年纪不搭边,堪比高中生本人。 而在你的婚礼中,当许光汉再次穿上高中生的校服时,依旧是毫无违和感。 他每一个举动都透露着少年时该有的稚气、憧憬、无畏和活力。 在中餐厅中,已然33岁的许光汉,岁月更是没有他的脸颊上留下痕迹。 情绪稳定,不骄不躁,温柔礼貌的一面,一度成了网友心中的爹戏加少年感。 真的感觉许光汉是逆生长的状态,26岁跟33岁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许光汉,是那种少有的能够能够将少年感和男人未完美结合的男性。 《鬼家人》不但于电影上线Netflix后收获还内外观众广大回响, 最近更首爆延续《鬼家人宇宙》的影集正港分局,也将在Netflix全球独家上线。 在电影《鬼家人》演活直男刑警的许光汉则直呼, 希望大家能尽情享受这部非常无厘头及无尺度的类型情境喜剧。 预示影集不但包含众多元素,许光汉既在《鬼家人》里突破尺度的演出, 这次也将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影体验。 第四位,谭剑刺。 三十岁的谭剑刺有多迷人, 追光霸中的舞蹈足以证明它的魅力所在。 在如此竞争激烈的节目中, 从他身上看到了有种出声不怕牛犊的勇敢和自信。 一颦一笑,每个舞蹈动作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能唱又能跳,妥妥地宝藏男孩。 眼眸深邃,五官精致, 却又多了几分日系斯曼南的帅气。 和满满的少年气。 在《猎罪图鉴》中, 他的演技自然且不生硬,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谭剑刺在剧中的穿搭, 也多以休闲装为主。 简单而随意, 清爽又舒适, 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 仅凭这张皮肤紧致的脸, 不说年龄, 说他是大学生的话, 估计都会有人信吧。 哪怕是在单一的白体绪加白衬衫, 穿在谭剑刺身上, 也是元气满满, 像极了别人家的初恋男友。 最近谭剑刺参加了 《2024》网络试听盛典, 整体造型透出一股温柔的感觉。 西装造型显得他优雅又沉静, 胸前香槟色玫瑰胸针,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简直温柔到骨子里。 又是眼睛极度舒服的一天, 演唱的路过《人间烟火舞台》, 也受到大家喜欢。 第五位,诚意。 在诚意的心里, 始终坚持, 多做事, 少抱怨, 准没错的原则。 或许也正是这份对表演的纯粹, 诚意饰演的每个角色, 总能打动人心。 即便是经历了被网爆的低潮, 依然能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纯情, 阳光又善良的一面, 很是难得。 好的演员, 总能为角色投入百分百的用心, 只为那份简单的纯粹, 有质感, 有演技的诚意, 总能让人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 明明已经33岁, 但无论是神态还是气质而言, 都如同林家男孩般暖心又呆萌, 远不像该年龄断有的状态。 戏里的诚意, 总能将角色的少年感, 拿捏得稳稳的。 在戏外, 网友却总说哦, 只要是他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就是18岁的少年。 这套校园风穿搭, 与诚意的气质倒也贴合, 就像春天清风拂过。 第六位, 肖战。 这套冰球服穿在肖战身上, 真的让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少年感。 光是一个侧脸, 就不知迷倒了多少人。 就凭着颜值, 意气风发的状态, 谁能想到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 每当看到这满屏的暖心笑容, 仿佛世间的一切, 都变得美好了许多。 眼中带光, 绝佳的气质, 像极了赛场上全力以赴, 斗志激扬, 勇敢无畏的少年。 而当28岁的肖战, 遇到年少的魏无羡, 也曾经厌了很多人。 虽然他们身份不同, 但却都有少年独有的坚韧。 知事故而不事故,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只, 为坚持心中的理想, 从高处摔落跌落低谷, 涅槃重生, 归来认识少年, 不忘初心。 最好的夏天中, 身穿学生制服的肖战, 仿佛是一位温柔的文艺学长。 书上大背头的肖战, 如同富家少爷出席宴会, 优雅又贵气。 放下刘海时, 又像是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或许所谓的少年感, 有时真的跟年龄无关, 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一种状态。 不知道以上这几位男星, 你觉得谁的少年感更足呢? 如果没有, 可以评论区留言哦。